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周华尔街 我是赵冰晶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美股市场的动态 本周前三天美股市场表现平平 第四天暴跌 第五天暴涨 后两个交易日巨震 但是我们确定了一件事 就是本月加息几乎板上钉钉 本周先后有多位联储高官发表讲话 包括联储主席耶伦也在周三周四两次发言当中 反复强调加息势在必行的论调 当然光喊口号呢 华尔街肯定是不服的 还是要靠数据说话 最终千呼万化使出来的非农就业数据好预期 把联储在年内加息最后的障碍也扫除了 美股市场终于走出了经济数据的好消息 就是股市坏消息的怪圈 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兆头 人们不再恐惧经济数据过好 而是直面美国复苏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这次强劲的就业经济数据大力推高了股指 联储进入加息的最后两周倒计时 那么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出 12月份加息的概率高达79% 甚至现在华尔街讨论的焦点呢 已经放在什么时候联储会第二次提息了 大家都已经默认了12月份会开启加息 那么有分析师呢是表示 明年3月份会是第二次提息的一个好时机 好的我们具体来看本周美股市场的走势 周一呢市场最劲爆的新闻就是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 SDR的货币篮子了 并且人民币的权重比例呢是达到了10.92% 超过了日元和英镑 这意味着人民币呢已经成为了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 不过对于美股市场的影响呢是微乎其微 当天美股表现平平 周二股市一反前一个交易日昏昏欲睡的状态 一鼓作气高开高走 作为12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呢 市场各个方面的消息数据还都不错 推动了大盘上扬 周三油价大跌 原油库存报告显示出 原油的储备呢是持续升高 当天公布的ADP新就业数据也是好预期 联储主席耶伦呢也发布了鹰派的讲话 表示推迟加息太久 会存在着未来突然紧缩的风险 各方都为加息开启了绿灯 周四市场非常具有戏剧性 美国要加息 欧洲却要降息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表示 要进一步进行量化宽松 但是市场呢却嫌其量宽的力度不够 结果呢是引起欧元大涨 美元暴跌 美股欧股呢都是以下跌作收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周五美股的具体表现 周五的市场呢是围要在两件事情上 一是非农好预期让年底加息几乎成为定局 另外就是欧派不减产让油价反弹 看不到希望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市场期待了一周的非农就业报告 不出意料就业数据非常的强劲 新增就业人口是21.1万人 超过了预期的20万人 就业率维持在5%符合市场的预期 同时9月与10月的非农数字也被上修 显示出就业市场改善的力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对于12月份采取加息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债权大王比尔哥罗斯更是抢先帮联储做好了安排 他表示联储会在12月份第一次加息 在2016年进一步加息一到两次 在利率达到2%之后停止加息 那么投资人之前呢已经做好了对于加息的准备 所以此次消息对于市场来说呢 更加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明确了未来的方向 股市呢也是受到了鼓舞 导致高涨超过300点 涨幅之大近期非常罕见 另外受到关注的就是隔夜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的会议了 市场预计OPEC可能会做出减产的决定 哪怕只是一个姿态而已 这样就能够暂时的挽救 本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油价了 但是最终的结果呢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OPEC不仅没有减产 反而决定增产 OPEC将产量标呢 设定在每日3150万桶 此前的目标是3000万桶 那么原油市场上史上最严重的过剩呢 可能会因此加剧 这一举措是把油价推向了谷底 今天WTI清智原油气候的价格盘中跌破了 每桶40美元整数大关 跌幅高达2.7% 总体来说周五呢 是加息板上钉钉 投资人心中大石落地 股市欢呼 OPEC决定不减产 油市非常危险 客股方面呢 我们来关注一对难兄难弟 机构同时下调了GoPro 及其主要的芯片供应商Umbrella的目标股价 机构呢 是将GoPro的评级 从跑赢大盘下调至中性 目标股价从每股36美元 降至每股18美元 主要的原因呢 是GoPro没有明确的新的技术 作为股价利好的催化剂 而近期的销量呢 也是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 公司新推出的Hero 4系列相机呢 是在感恩节的消费热潮之下 销量也没有明显的提升 那么今天呢 GoPro是宣布再次将Hero 4系列 降价100美元 至每款的售价是199美元 但是即便是降价呢 也没有能够帮助到股价 而作为GoPro芯片的主要供应商 Umbrella公司 机构呢 也是将其目标股价 从每股115美元 下调至了每股92美元 虽然说Umbrella 第三季度的业绩 击败了预期 但是其第四季度的展望 明显的低于预期 今天GoPro的股价 下跌了4.7% Umbrella的股价 下跌了2.7% 本周美股市场 可谓是腰风四起 那些疯狂上涨的小盘股 抢去了不少大公司的风头 动辄百分之几百的涨幅 让不少投资人 赚得蓬满拨盈 不过如果您错过了之前 那些腰股呢 也不用遗憾 因为腰股常常有 最重要的是 拥有一双 发现下一只腰股的眼睛 今天的腰股环节当中 我们就通过总结 这四只股票的共同点 来共同寻找下一只腰股 在哪里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几只腰股 最近疯狂的走势 生物科技小盘股 Kalob BIOS股票代码KBIO 从11月19日开始启动 股价从2美元左右 涨到最新价格30.97美元 上涨幅度达到1448% 最高涨幅曾达到2191 中国软件公司 EFUTURES股票代码EFUT 从11月20日 股价6美元左右开始启动 截止今天最新价格 11.4美元上涨90% 最高一度涨幅达到206% 中国传媒公司 向果国际股票代码ATV 从11月27日 股价0.5美元开始启动 截止今日11.87美元 已经上涨了2274% 最高涨幅一度达到 近人的4070% 最后中国医疗器械制造商 德海尔股票代码DHRM 从11月30日 1.7美元开始启动 仅仅两天涨幅就达到48% 最高涨幅曾经一度达到152% 这四只股票 均从本月底开始启动 仅仅几个交易日 就走出了至少三位数 甚至四位数的涨幅 为了揭开上涨的原因 我们决定寻找 这几只股票之间的共性 第一,季节性 季节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特别是当我们谈到 例如KBIO以及DHRM 这样的医疗健康行业的股票的时候 KBIO是一家做研发的生物科技股票 虽然已经关停研究和运营 但是收购它的Martin Schwell 同样是另一家医药公司Turing的CEO 而且大家纷纷猜测 KBIO是否会成为Turing上市的壳 而DHRM则是一家专注于 做睡眠呼吸障碍监测设备的公司 也会受到医疗健康的季节性影响 我们都知道年底一般是医疗健康 生物科技行业的旺季 去年生物医药的大牛市 也是从年底开始的 目前整个医疗健康行业处于反弹之中 生物科技指出ETF 股票代码IBB 已经从9月的290美元 反弹到了334美元 另外近期我们看到了很多大型公司的 收购活动异常活跃 很多分析师都指出了 市场处于一个大型的MNA狂欢之中 KBIO的故事大家都清楚了 另外EFUT 就是在披露了北京中时长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51%之后 在单个交易日狂涨76%的 第二流通盘小 想必有一定基础支持的投资者都清楚 一只股票的流通盘股数越少 越容易出现大涨大跌的行情 因为只需要很小的成交量 就能大幅改变市场的供需状态 今日我们提到的四只股票 也在这方面有惊人的共性 他们的流通股数都在400万股 至600万股左右 比如KBIO的流通股数只有410万股 但是11月19日收购消息出来后 成交量竟然达到1252万 也就是说换手率达到了三倍 同时价格低廉 如此低价盘小量大 怎么可能不出现爆发性上涨呢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这几只股票在上涨前都有不少的做空仓位 因为股票的基本面长期并不被人看好 股价飙升的过程中 做空仓位会被强制平仓 股价上涨也就更快 这一过程叫做逼空 short squeeze 第三点 独特的话题性和新闻 说到话题性 首当其冲的就是KBIO 他目前最大的股东 CEO 也是驻公司股价一飞冲天的关键人物 Martin Schrelli 有望竞争 本年度最具争议华尔街人物的头衔 他曾在9月买下 工型重病特效药之后 将价格提升750倍 成功引起 以希拉里·克林顿为首的 美国政界的注意 可以说是一手主导了 生物科技长达几个月的大雄市 因此 Martin的最新投资对象 一定是会让华尔街感兴趣的 更别提现在坊间纷纷猜测 Martin会将KBIO 变为自己医药公司上市的壳 而对于EFUT来说 更多的是争议 因为股价在没有消息时 就先飙升了50% 同时公司的盈利状况 和财务透明度也受到质疑 但是无论如何 北京中常时机信息技术 持股的新闻 并不是造假的 DHRM 则是收到了杭州联络互动 在2美元购买1000万股的邀约 总投资金额达到2000万美元 这对公司是实打实的利好消息 上涨合情合理 至于EFUT 为什么接连两天 分别翻了4倍和6.7倍呢 市场中还没有任何 可以查到的新闻 但是坊间猜测 是外资对其产生了新闻 通过刚才的短片呢 我们看到 虽然不是所有的 小流通盘股票都会上涨 也不是所有的 利好消息的股票 都会变成腰股 但是同时具备 以上特性的股票 您就要小心了 或许呢 是时候把它加入关注名单 好了 上半场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别走开 广告回来 欢迎回来 不管您是不是 生物医药行业的投资者 加拿大制药公司 Valien Pharmaceuticals 交易代码VRX 都是这个冬天 您一定要熟悉的名字 没错 这一只股票 曾经受到华尔街男神 Bill Ackman的青睐 一度疯狂上涨 甚至还被Ackman称作 是下一个伯克希尔哈萨维 但是10月底 做空机构相远的一篇报道 让VRX股价从高空坠落 甚至Ackman 以及他的对冲基金团队 也都损失惨重 那么VRX究竟是不是 一家好公司呢 多空双方又是如何对质的 今天我们就来为大家 深入研究一下 这一只2015年 最具争议的股票之一 Ackman就联手VRX 对专注于制造肉毒杆军的 Ellergen股票代码 AGN发出了收购邀约 尽管被认为是恶意收购 并且最终没有被接受 但是VRX的股价 却一路上涨 从去年8月到今年8月 仅仅用了一年时间 VRX股价从110美元左右 上涨到了历史最高价 263.81美元 涨幅达到惊人的139.8% 不过紧接着发生的 就是大家熟悉的美国高王的 药价遭到以希拉里克林顿 为首的政客炮轰 导致整个医药行业 股价大雪崩的事件 VRX股价也从历史最高 跌到了10月中旬的160美元左右 但是什么都比不上 做空机构相远 C纯 一篇做空报道 对VRX的巨大打击 10月21日当天 报告出来是VRX 便马上跌掉近20%的市值 虽然Ackman用加仓的行动 来表示力挺 以及公司召开电话会议 想要抚慰投资者的情绪 但是VRX股价并没有 起稳的架势 接连又是近一个月的阴跌 甚至在11月17日盘中 创下了近期新低 69.33美元 这是VRX在2013年3月附近的价格 较至8月的高点 已经跌去了74% 不过之后 VRX终于站稳了脚跟 便逐渐反弹 目前98.78美元的价格 较至低点 也有47%的涨幅 为什么VRX股价能够走出如此过山车走势 2月还被炒作是下一个伯克希尔哈萨维 11月就变成了Ackman之外 无人敢接受的烫手山芋了呢 事实上 这家公司本身的商业模式 就存在很大的争议 同时 Sitron提出的相关问题 也的确命中了他们的软肋 看多方观点一 VRX背靠Ackman好乘凉 很多人投资VRX的唯一原因 就是Ackman这根大腿 这位激进投资人除了买入某个公司股票之外 还会集自己所有力量去帮助这家公司达到商业目的 比如在去年恶意收购AGM时 Ackman的潘兴广场基金就帮了大忙 因此从商业模式上看 VRX和Ackman是非常合适对方的 在Ackman看来 VRX不仅是一家制药公司 而更是一家为了提升自身价值而进行系统收购交易的平台公司 实际上Ackman将VRX比喻成一家特殊目的的并购公司 即以收购其他公司为目的的壳公司 Ackman表示 平台公司拥有独特的管理层 因此这些购买的资产对于他们来说将有更多的价值 看多方观点二 VRX被严重低估 三年后可达448美元 Ackman毫无疑问是VRX的第一大多头 从事发后不但不卖一股 而且还在上个月加仓的行为来看 就很明显的看出 目前Ackman总共持有VRX发行盘9.94%的股份 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VRX的持股也占了他自己投资组合的24.9% 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大重仓股 在VRX的电话会议中 Ackman曾表示 公司公关能力不足 未来几个月可能仍然会经历阵痛 但是公司的业务仍然会稳定增长 他认为投资者在这个关口 已经忘记了VRX的其余业务 导致目前股价被严重低估 甚至大胆猜测 三年后股价可达到448美元 看空方观点一 VRX是医药界的安然 VRX的第一大空头 当然是做空机构 Citroen 正是他们10月的一篇 VRX是否会成为医药界的安然 的做空报告 拉开了VRX下跌的序幕 报告中指责 该公司涉嫌和特殊药店 菲利多购结自己的产品 创造虚假销量 指出菲利多的员工 正是VRX的员工 看空方观点二 VRX业务不道德 不可持续 最近巴菲特的黄金搭蛋 查理芒格 也跑出来往Ackman身上补刀 在11月初接受采访时 芒格称VRX提升药物价格的行为合法 但不合道德 有哄抬物价嫌疑 这样做法是不可持续 极其错误的 芒格在今年早些时候 就曾批评过VRX的做法 那是VRX还是投资者 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宠儿 对此 Ackman针锋相对地回应道 你们伯克希尔哈萨维德 可口可乐 才危害社会 看空方观点三 一日不澄清投资者质疑 就一日没有信心 此后 高盛下调对VRX的评级 从买入级别降低至中性 并将12个月目标价 降低33% 高盛在报告中指出 考虑到外界对VRX业务的 诸多方面都提起质疑 包括定价与专业药房关系 以及并购 他们对VRX的信心下降 认为VRX在不能澄清质疑的情况下 市场不会很快积极买入 随着事件的发展 高盛表示自己意识到了 此前低估了 Ctron做空报告 对VRX的影响 看空方观点四 美国政府看不顺眼VRX高药价 VRX的噩梦还没有结束 上个月初 美国参议院启动药价调查 喜欢收购后提高药价的VRX 成为了重点调查对象 这让VRX投资者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即在糟糕的情景下 监管机构甚至有可能阻止 收购后提高药价这样的商业模式 12月31日 参议院将就此举行首场听证会 随后还可能有更多的听证会 我们看到从上述争论当中 这一支股票的多空双方都炒得非常的激烈 向远扔出了这个炸弹之后 笑看华尔街和美国政界对VRX开炮 而另外一边 Ackman是通过不断加仓 以表示自己是与VRX共存亡 那么究竟谁能够笑到最后呢 或许只有时间能够给我们答案了 本周行情剧烈震荡 不过最重要的数据已经揭晓 下周还有11月零售数据 以及密歇根消费者先行指数将会公布 如果能够在预期的范围之内 相信会进一步的巩固联储加息的决心 而在企业财报方面 还有少数的未公布第三季度的公司 如骑虎360以及Lululemon等等 上周我们的分析师呢 对于市场的分歧巨大 本周在重要的非农数据公布之后 他们将会如何看待下周的市场呢 马上进入我们的下周预测环节 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洲华尔街节目 那么这一周的预测呢 现在的结果呢 是非常的扑出黎米 来 我有说一下这一周 上周大家老师预测后现在的结果 谁赢了还是 目前这个结果还是很不明了 我们孙老师还在争夺这个奖金 因为如果过了2089点 把孙老师就可以获胜 但是现在的话仍然在2086点左右震荡 因此我也还有一丝盛迹 好的 那我们来让杰老师开始说一下 你对下一周股市的预测是看涨 然后多少点数 好 我认为我们预期的12月份的 这个调整行情的结束了 下周的话呢 我是看涨目标呢 2130 来 我认为下周 我也认为下周会上涨 但是可能比较温和 因此我的目标点位是2095点 好 那我认为也是上涨的 是2108.82 因为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统计 就发现 待会我说 现在让这个孙老师呢 从屏幕上来跟大家讲下周的 他的预测 我倾向于认为短期利控已经过去 下周我对美股的 美股标普指数的目标在2108点 谢谢大家 那么说完了这些呢 我就想说一下 到截止到现在为止 谁哪一位分析师准确率最高 那么也作为各位粉丝朋友们的 一个就是可以追踪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依据吧 那么截止今天为止 这一周为止呢 美洲华尔街的预测比赛呢 杰老师的胜率最高 是达到了获奖三次 那大家用掌声鼓励一下 下一个是威尔 威尔是两次对吧 然后孙老师是一次 但是如果孙老师这次得奖呢 那么他可能就是二 二和威尔是打平的 那如果孙老师这次没有中的话 那么威尔是三 和杰尹老师也是三 那么老王呢 我呢是到现在为止 还没得过一次奖 所以我觉得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到底是 发生了什么的问题 那么但是我也非常感谢 在很多粉丝啊 在微信啊 还是这个新浪的微博上呢 投我的票呢 也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让粉丝们呢 感到失望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 希望我能够 后来去上 继续的能够是 这次是2108.82点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来我们来再谈一下 本周的市场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剧烈的震荡 周四大跌 周五反而是大涨 而且把周四的所有的跌幅给拿掉了 但是一周看来呢 还是走平的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变化 从杰尔老师 从这个技术面来分析 我要从基本面来说一下 行 技术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 那么本周的话呢 第一个交易日 本周12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是周二开始的 是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 但是呢 就整个这个技术形态来讲的话 我们没有这个调整行情的出现 我觉得并不是很完美 所以说在之前的分析当中呢 我们就看一调整 昨天的话呢 也是到了乌仁老师所提到的 2040以及20 我提到的2045已经很接近了 所以说反弹的话呢 可以说应该是调整已经结束了 我们12月份呢 可以继续的看涨 好 来 我有说一下 从基本面 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 就是加息这个事情 虽然是一确定一确 但是大家也都预测到 只是欧洲央行 突然做出这个量化宽松 没有增加的这样一个决定 给让市场恐慌情绪 在短时间的一下爆发了一下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周四会出现了一个暴跌 我认为是在那天 昨天的话 都已经出现了一个超跌的现象 就是说今天会有一个 很强的低的一个反弹 因为美国经济 基本没人还是向好的 不管是就业数据也好 还是其他的发展数据也好 都会处于一个非常良好状态 所以说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继续上涨 这个基本上 我也说出了我的对市场的看法 昨天的暴跌 与大家担心欧洲的经济情况 可能想象的要比欧洲央行 自己想的要差 但是今天的美国的数据 给了大家一个当头棒盒 我感觉远伦主席 对于经济数据的把握 可能他提前得到了 很多的内线消息 所以他在这一周坚持要加息 随后美国的数据就很配合 基本上 我看他每次都是 好像都有内幕消息一样的 但是这个对他来讲 也无所谓的内幕消息 所以我觉得他对这个把控 非常非常好 可以大家也可以未来 从他的这个讲话当中 得知这个未来 美国经济的一些数据的情况 好 那在此感谢大家 那我们再回到 想和我们的分析师们 一起预测下周股市吗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 微博公众平台 参与股神预测环节 想要随时随刻 获得我们的继续信息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中文投资网的 微信公众号 或者拨打免费电话 800-958-8561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祝您周末愉快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